开车行经国道5号旁 但这天有人抬头一看 却发现竟然有远景 站在一个有点惊悚的地方 远远的只剩下一个黑点 放大来看 远景是站在三层楼高的平台上 拿着照相机取地违规 但这高度真的替他捏把冷汗 你取地你要么就是在平面道路上来取地 你站在那个自高点 而且你在国道上面 而且蛮危险的 然后就往下去拍人家违规的东西 我觉得不太合理 这种感觉上是观感不好 我觉得有一点像是在抢钱的感觉 而且他这样子也是把自己的生命 摆在危险当中 其实长行经国道5号的民众 应该都有看过远景站在紧急电话亭 或者是像这样的维修平台上 这是他们的日常 因为国道5号都是两线道 很少有闭车弯的地方能够停警车 远景侧照勤悟 就是站在这里取地 通常他们会出现的位置 前方都会有照相标志 他只会取地国道上的违规 但别忘了 杂岛也是属于国道范围 违规同样会被开罚 真的别误会远景是故意站在制高点要抓一般平面道路的违规车辆 国道警察只能监控在国道上的 还是要提醒用路人 国道5号大多速线90公里 千万别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 TVBS新闻简大陈歇轮宜兰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s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